本期视频将文简述上世纪书两次极点大弹险中的故事 以及生存食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得正片开始 可能从古希腊数学家毕达格拉斯提出大地是球体的那一刻起 世界存在至南至北的极点就成了一个合理的推论 数百年后 罗马学者托罗密出版了他的地理学 并在其中假想了一块地处最南端的名为泰拉澳大利亚的位置之地 而其拉丁文的本意正是南方之地 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在理论上对于极点概念的朦胧溃见吧 但相较于彼时存在于异想之中的南极 人类更熟悉的还得是北极啊 毕竟数千年前的印尼友特人就在北极圈以内建立了诸多定居点 跨海而来的维京人也在中世纪早期就抵达了格陵兰岛 经年累世之后 诸大昂海补经潮和工业革命之类的大西又渐次上演 于是在软硬件逐渐成熟后 关于极点的探索与征服 成了自信满满的人类在地球上所能争夺的最后圣碑 但在这寸草不生的雪野冰原之上 诸多生长于丝主场作战的物种 尚且要面临食不冲口的生存难题 习惯了安逸舒适的区区人类 又要怎样完成这9981难的探险挑战呢 那么诸公且做 听在下为您一一道来 在有关北极点的探险故事中 最著名的是俩美国人 他们是出生于纽约州的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库克 和来自宾州的海军军官罗伯特·皮里 关于俩人中到底谁先到达的北极 是20世纪探险的最大名案之一 在时间上 库克声称他的探险活动早于皮里一年结束 但由于装有测绘数据的箱子最终遗失 所以西方的主流看法 偏向于将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荣誉授予给皮里 而能够获此殊荣 皮里最该感谢的 首先就得是世代居住在北美大陆的这些原住民们 这里边当然包括极力生存的大师 冰雪世界的王者因纽特人 事实上在皮里数十人规模的探险团队中 因纽特人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 但其他古老的北美土著 对这一壮举也大有弊意 而这就集中体现在一种被称为 Parmacan的干肉饼上 这种食物是北美最古老的菜肴之一 其发音来自当地的克里语 这词最初的意思是 干肉和骨髓里的油脂 传统上 这种干肉饼的主要来自 美洲野牛 驼鹿 各种水禽 甚至海狸等动物 品种无所谓 但重要的是 一定要用脂肪含量最少的纯瘦肉 因为只有这样 在漫长的晾晒干燥过程中 才不易腐坏变质 并且在完全干燥后 它们也更容易被磨碎成粉 而制作一磅这样的肉粉 至少需要五磅鲜肉作为原料 当然为了营养与口味 一些植物性原料也经常被加入其中 这里边最著名的配料 可能是如今在健康领域被炒得火热 又是富含花青素 又能抗氧化的北美野鹰莓 但你要问彼时的原住民为马加他 多废话呀 我倒想加二斤白砂糖 也得有啊 但瘦肉粉末和野鹰莓之外 还有一味添加物也至关重要 但他的加入 可能就与原住民们无关了 这东西就是盐 按照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没有证据表明 北美原住民曾使用盐盐法来保存食物 所以像肉饼中添加食盐的方法 应是来自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者之手 而干肉饼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原料 是大量的动物脂肪 他的角色既是使所有材料融合成型的粘稠剂 也是给干肉饼带来澎湃能量的必需品 在金属模具应用之前 原住民们会把这些混合物 放入缝制的皮革袋子中 通过反复锤打使其紧实成型 而最终的成品 堪称20世纪以前 人类所能做出最完美的农作营养食品了 并且他还拥有一项显著的优势 就是超长的保存期 据说在室温下 干肉饼也可以保存5年 而如果将其储存在阴凉的地窖 那即使存放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 也能安全食用 在攻克北极点的最后一段冲刺中 皮革团队的每日配给标准 就是将近一公斤的干肉饼 外加少量了茶 炼煮硬饼干和压缩豆子 皮革本人似乎很喜欢这种食物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甚至写道 在我熟悉的所有食物当中 一个人可以365天 一天吃两次的食物 就只有干肉饼了 而且他的最后一口 始终和第一口一样美味 有趣的是 在皮革完成挑战的半年后 纽约时报为了庆祝这次壮举 还在著名的阿斯特酒店 举办了一场北极主题的庆祝晚宴 席间的菜肴中仍有干肉饼 但在名流云基的饗宴上 他被厨师做成了精致的慕斯状 并按照古老的匈牙利半月饼的模样 将其装点一新后 重新上桌 而一牛特人常吃了 以特殊方法保存的深海巷肉 也被切成薄片深度加工后 同独角精肉一起被蹲上餐桌 而食客们对他们的评价异常统一 都是一句 这吃起来也太油了 另外在这场孤明钓鱼的晚宴之外 还有一件事 必须要告诉大家 就是根据现代的研究 皮里当年很可能没有到达真正的北极点 因为按照他所提供的数据记录分析 其所在的位置可能不超过北纬86度30分 这意味着他所到达的目的地 可能尚在极点附近的97公里处左右 并且就算皮里抵达的位置就是极点 那首先到达的也并不是皮里本人 而是由他的黑人副手马修汉森 和三名伊纽特人组成的先前小队 但因为肤色的关系 皮里享有了包括守眉哈布德奖章 和海军少将军衔在内的几乎所有荣誉 而汉森能得到了实质性奖励 也就是在纽约市的海关大楼里 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员 不过他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比他更惨的 是亲手教会皮里极地生存的伊纽特居民们 早在1894年 皮里就通过欺骗的方式 将六名土著居民框到了美国 结果仅在几个月后 就有四人死于了水土不服引发的疾病 另外皮里和汉森 还都与伊纽特妇女发生了婚外关系 并生下了孩子 这些并不光彩的陈年旧事 后来都被哈佛大学的教授 埃伦·康特发掘出来 并记录在一本叫做《北极遗产》 黑人、白人和艾斯基默人的书中 在皮里的北极点探险后 关于南极点的角逐 马上变成了一件分秒必争的竞赛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你说相比于浮兵台原组成的北极 用真实陆地组成的广袤南极 不应该相对更安全 也更有征服的价值吗 为什么先被征服的反倒是北极 而不是南极啊 后来想了想 这大概是因为美帝、加拿大等国 对于征服北极有地利之变 因而解足先登的缘故吧 总之相比于北极点的个体争夺 在南极点发生的事情 更像是国与国中 肩不容发的战略竞赛 而最终来到决赛圈的两位选手 一是正处急胜之时 领土在百多年间猛增111倍的大英帝国 其派出的选手是出身于 皇家海军的酿牛师之子 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 二是代表着维京正硕 日耳曼荣光了老牌航海强国挪威 他们派出的是半途气一扬帆的船长之子 罗尔德·阿蒙森 在这场极地竞赛开始之前 斯科特应该说是更具优势的一方 阿蒙森原本的计划是探索北极 但由于库克和皮里先后宣布 已经征服北极点 阿蒙森意识到自己再去北极 已经很难拉到赞助了 这才临时改道 决定前往南极的 而斯科特则在1903年前后 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南极探险 并抵达了南北82度17分的南极腹地 在装备上 英国探险家当时已经习惯了 身穿新式的华达尼金纺羊毛套装 而挪威人身上起先穿的 还是老式的动物皮毛外衣 两者在透极性上相差悬殊 不过在最后一刻 阿蒙森倒是也穿上了华达尼 有意思的是紧急为他提供这一装备的 正是以户外服装起家了 老牌英国奢侈时装公司Barbary 在人员配置上 斯科特的团队人数是阿蒙森的三倍以上 他们于1911年11月1日 开始了向南极点的冲击 整个团队按照任务的不同 又被分成了多个小组 而所有人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支持斯科特的五人小组 能够率先抵达目的地 但最终在软硬件上都占有优势的斯科特 却输掉了比赛和自己的生命 后人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归咎于两点 一是斯科特的运输队伍中 除了30多只雪橇拳以外 还包含了19匹西伯利亚矮马 和三辆机动雪橇 后两者在深入极地后 被证明完全无法适应环境 这造成他们携带的补给量 最终远小于预期计划 再者就是斯科特的膳食团队 大大低估了最后冲刺时所需的热量 他们的干肉饼在制作时 刻意选择了高蛋白的配方 而忽视了脂肪所能带来的作用 结果就是远征队摄取的卡路里 不足以补充行进中的消耗 并且他们食物中的维生素B含量 也有所欠缺 最终当斯科特率领了小队 于1912年1月17日 艰难地抵达了南极点时 在那里飘扬的早已是挪威人的国旗了 率先抵达了阿蒙森 还给斯科特留下了一封信 通过他 斯科特得知阿蒙森已于5周前的 12月14日抵达了南极点 失望了斯科特只能踏上了返程之路 但在途中又遭遇了难得一见的极寒天气 最终全部5名队员 都场面在了冰天雪地的南极 而在这次悲壮的探险活动后 人类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当时最先进的华达尼面料 后来进化成了防水性极佳的人造纤维材质 而看似完美无比无可替代的干肉饼 也很快有了竞争对手 那就是制作更简单效率 也更容易科学配比成分的肯德尔薄荷蛋糕 这是一种以薄荷调味的能量糖果 基本相当于百多年前的势力价 其确切配方至今仍是商业机密 但制作技法却并不复杂 大抵劲将各种营养物质 置于铜锅中搅拌混合 再倒入模具 形成合适形状的高能糖果 在斯科特遇难的两年后 另一位英国人 也是斯科特的旧香石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 就携带着大量肯德尔薄荷蛋糕作为补给 开启了他的横贯南极冒险之旅 虽然这场史诗壮举最终也以失败收场 但在一系列意外和近三年的极力生存中 沙克尔顿的团队愣是做到了全员幸存 无一伤亡 这其中又怎能说没有食品升级带来的功劳呢 而在数十年后的1953年 新西兰登山家爱德蒙希拉里 在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的帮助下 首次登顶朱姆朗瓦峰 而他们当时携带的主要补给之一 也还是这款小小的肯德尔薄荷蛋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